他中华大学论文这个涉嫌抄袭风波 越演越烈 台北市议员王鸿威 昨天呢再爆出两项证据打脸林志坚 首先他提出了 林志坚中华大学论文的封面照片 刊载是发表的时间是2008年8月 比同年7月 竹科管理局的委托案的结案报告还要晚 其次他也提出了 竹科管理局的合约内容 也名载了著作权归属 怒批林志坚别再鬼扯了 对此呢林志坚回应 有心人不要再制造话题来抹黑他了 民进党桃圆市长参选人林志坚 又合体桃圆市长郑文灿跑选举活动 但台大和中华大学的硕士论文难甩抄袭之一 林志坚却还是一概不认 台大的这一个论文 我是原创 我其实在5月就已经完成了这一份论文 究竟竹科管理局的研究报告 有没有被林志坚抄袭 据了解竹科报告的结案日 是在2008年的6月15号 6月20号出刊 随后6月26号林志坚就进行论文口试 但他却说竹科报告是在7月2号结案 所以他并没有抄袭 但议员发现其实他的论文是直到8月才完成 而林志坚甚至宣称自己有竹科报告的著作权 假方是竹科管理局 乙方是中华大学 你是哪一方敢敢来宣称说你拥有著作权 总统也被质疑是不是搞双标 看看过去参与高雄市长补选的李梅珍 当时深险论文潮袭风暴 小英要他面对问题回应清楚 如今换成林志坚却说是选举抹黑 网友气炸嘲讽蔡英文 你就两套标准插谎王 别人的错误要勇于面对 对自己人的错误却视而不见 这不是双标是奇标 这是一个双标的总统 抄袭就是抄袭 大家是一套标准 抄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这是学界支持 淘汰市民真的能接受抄袭又老跑的市长吗 恐怕年底选战就会给答案 记者黄文君水光好 SNG小组台北桃园报道 好感谢大家 越来越多朋友加入我们聊天室了 谢谢达思维达 他说辫子妹早安辛苦了 美框框早安 好他也向所有的中天的工作人员问早 大家辛苦了 好也感谢达思维达 谢谢你 另外呢刚刚还有那个小炭子董内 我有看到 好他说慧玲早安你好吗 整晚没睡等晨报 大家辛苦了 还是要睡一下啦 没关系啦 还是要睡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 好另外我们来持续关注的是这个 就是关于这个林志坚涉嫌抄袭论文案 来看到呢 现在包括了这个新竹县长杨文科以及苗栗县长呢 这个许耀昌也因为同一间学校毕业受到波及了 现在又被踢爆了 据说中华大学六年接了政府六千万标案 而且业界人士透露他说只有中华大学能够通吃新竹县市的标案 这里面有没有猫腻呢 大家觉得呢 你怎么看只有中华大学办得到 好当然呢 这个林志坚的他的这个深陷这个论文门争议 时事评论员黄阳明他爆料 新竹市政府的社群维护标案厂商 至今还在帮林志坚管这个社群媒体 他痛批根本是拿公堂来拼选举 而且管理的这个脸书粉砖的小编 竟然高达了29位 好这个也让这个桃园市议员黄近平怒酸 根本是总统级的规格 请辞新竹市长后隔一天 马上来到桃园展开选战起手市 林志坚一早行程满满满 连竞选团队都筹组了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团队了 就是桃园队 只有简单的带了两位随行 两个同仁来到桃园 那我们这个禁种的团队 已经初步的已经建构完成 林志坚话说的保守 陆战只带四位同仁到桃园 但恐战呢 粉丝专业简介写下自己是桃园女婿 不过细看一旁的粉丝专业资讯透明度 竟常猫腻 林志坚的粉丝专业 现在还与两个组织合作 其中潮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竟与新竹市政府有关 超网科技拿下今年新竹市政府的两个标案 合计有六百七十五万两千元 林志坚明明就辞职新竹市长 却用公堂拼选举 新竹市政府的资源 用公堂竞选 今天你在桃园拜庙 你的粉专还不断在发文更新 限动都不断的发 这些团队的小编 是不是新竹市政府的小编团队 要讲清楚 这是你公司不分 这样的情况 不输抄袭 闹跑新竹去选桃园 就连市府资源一同带走 林志坚的脸书粉丝专业管理人员 高达二十九位小编管理 对比总统蔡英文的十四位 林志坚根本是总统级规格 林志坚的争议越演越烈 不出面讲清楚 恐怕解决不了眼前的疑云 与民众想知道的真相 记者郭仙耀年轩桃园报道 上年底要选举了嘛 民进党要提名的县市人选 几乎都已经浮上台面了 只剩下双北有没有 所以呢 今天他们将召开选对会 确认呢台北市长 由陈时中来出战 新北市长呢 由林家龙批战袍 预计13号中职会提名通过 而至于连江县 可望由年仅33岁的连江县党部 主委李问来出马 那他也成为民进党创党36年来 首位连江县长的参选人 好另外呢 我们来关注的是这个 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 连日视察市场 遭到外界质疑拿行政资源打选战 他回籍不是去选举败票的 他也摊开自己视察市场 88次的记录 国民党台北市长的参选人 蒋万安他则表示非首次 呼吁市府要重视这个问题 而被问到绿营北市恐派 这个陈时中出来呢 蒋万安再酸了 他说善离岗位如何交代呢 好目前看起来 北市选战呈现三国鼎力 逐渐白热化 热情跟长辈握手合照 蒋万安深入指导绿营票仓 大同区出席制胜礼发送 敬老育儿金活动 另外一头黄山深到福德市场视察 因为视察市场频率高 又常有民众党小鸡 跟在旁边被议员 执一说是把行政资源 当成选举工具 蒋万安黄山深说清楚 市民朋友心中都一把尺 这个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想市府也应该要重视这个问题 因为在议会各党派的议员 也都有指出来 是必须要好好的回应跟面对 这个不是大家对我们的行程 有所质疑吗 每一次都是有后续的追踪事项 不是去那边选举败票的 把内容全部公开 我想公开透明是最好的方法 那我今天来应该是对第八十八次吧 将视察市场的记录摊开来说话 黄山深再向蒋万安发敬老金 是开空投支票 北市蒋万之争日渐浮现 而民进党北市人选也几乎敲定 最大可能将为卫副部长陈时中出马 北市选战逐渐白热化 这个时候如果离开工作岗位 去人民健康于不顾 如何跟人民交代 绿营双北人选底定 前江澳部长林嘉龙点头同意占新北 等同卫副部长参选台北市长道路 最大石头已经被搬开 只不过成人中一只脚在选举 另外一只脚还在指挥中心 防疫打成选战选民会买单吗 他们努力要去营造一个 所谓疫情都已经做得很好 甚至下礼拜还要再开个新书发表会 叫粉饰太平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这是非常要不得的 因为根本就没有把台湾人的姓名当姓名 那他所有的记者会 其实都是他的一个造势活动 看到这样都是一个政治的算计 然后用疫情来趁他的先心 难道真坐实苏魁口中要打赢防疫的选战 民进党集结全力想要把陈日中拉回神坛 指挥官已经脱下工作服 整装站在北市月台上准备出发 民众只期盼 陈日中在上选举特快车之前 先把责任交代清楚 这里梦桑李嘉瑜太平报道 先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往往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这个地方 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